葡萄柚 葡萄柚其实类黄桶非常非常的多 吸含量也非常的多 而且它有基醇 你看我们只有把黄皮撩掉 其实那个皮也是可以吃 但是有时候它精油太多会苦 会辣的 对 所以有人做菜的时候放一点下去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 这个你看这里面 不止膳食纤维很多 它的植化素很多 就在这个皮和这个果实的中间 它可以消除疲劳 抗癌 预防心血管疾病 而且增加我们血管的渗透 很多的好处 对 刚刚潘教授都有说 好 那我呢 为了要让大家饮食均衡一点 所以我们会加芽菜 然后我黄色里面 大家今天忘了推荐凤梨 凤梨也很好 刚刚我们说凤梨皮很好 凤梨本身也很好 凤梨酵素很好 最多的话是在心里面 所以它的那个很多的营养素 对我们也非常好 中医说它固皮 固皮 黄色入皮 所以也不错 然后我们再加上 我们刚刚这个最好的葡萄柚 葡萄柚 再加一点 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了 我再加一点西洋芹 西洋芹 那一定要加个坚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就是每天借这样一杯 达到我的均衡的饮食 大概是三种蔬菜 两种水果 我通常是这样 蔬菜永远比水果多一样 然后再加上一个坚果 有很好的油脂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 就是说我们要吃到五颜六色的蔬果 而且主要是种类也要够多 对啦 这就是如果你只有单一吃一种就不 单一种水果 单一种蔬菜 真的 我们刚刚只是说 它里面最多的 其实它有千百种 对 没错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在打水果的时候 放一些蔬菜进去 它的整个GI值下降是很好的 是 是 是 对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 对 好 因为我们刚刚也放了一些绿色 所以它会变成黄绿色 颜色也不错 来 大家品尝看看 待会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好香哦 公文就好香 好香哦